明亮的空間有結紮區注射區還有任養區 現場除了志工還有動保處派出了獸醫 活動是由台南市南台愛狗協會主辦動保處協辦 幫貓狗免費結紮狂犬幣疫苗注射以及浪浪的任養 地點就在台南新化區的聯合活動中心 因為是公益活動區公所沒有收場地費 但是電費要收一小時一千元 這場活動十小時要收一萬元 電費居然還能喊價 而且主辦的協會志工說 過去在包括南區永康六甲將軍七谷等 幾個區的活動中心辦同樣的活動 都沒有收半毛錢 這一次收這樣高額的電費覺得很不合理 這對動保團體以及議員的質疑 新化區公所表示 一切都是按照規定辦理 不過主管單位民政局則說 這對公益活動的辦理相關費用包括電費 各區區公所確實可以斟酌給予免收或減免 對於這一次的事件 民政局也強調 會請各區公所在辦理各項活動時更圓融並精進 才不會又惹出類似的爭議 華視新聞劉漢生 邱俊平 許富杰 台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請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